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股市的下跌 倒从跌180点影响到今天整个亚洲股市全部都啪啪雄 这里面大陆今天是跌最多的 大陆跌最多 那美国为什么昨天会跌180点 这个我们在早上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美国每个月的利率会议它都固定在第三周 大部分时间都在第三周的礼拜三跟礼拜四 那两天会议开完之后会针对利率跟汇率部分发表看法 跟未来的一个预期 那这一次比较提早一天是在昨天礼拜二跟今天礼拜三就开始召开了 那整个市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美国六月份会不会升息 昨天美国也同时发布了四月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成长了0.4% 这是2013年2月以来单月最大的一个升幅 所以让市场联想到六月份升息的机会大大的提高 那今天晚上大概两点的时候联总会会议开完之后会正式发布 但它不会有实际的动作 可是它的说法也预期的接下来下一个动作的可能性 所以昨天市场预期升息的机会提高的时候 所以股市是压回的 那么早上也跟大家讲过 在美国股市昨天跌的过程当中 跌是跌的很平均啊 普遍都是跌1%左右 那跌比较重的是在制药厂的部分 在生机的部分是跌的比较多 其他都是比较持平 那反而油价昨天又继续涨 昨天油价继续涨1.4% 已经来到48.59 那原因在于美国的石油库存又下滑 库存下滑油价上涨 已经慢慢要直逼50美元了 去年度油价的下跌对于石油公司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那我最近看了一篇一个统计数字 今年以来到现在美国的石油公司 陆陆续续申请破产的 已经高达29家 那如果把去年一整年申请破产的 加总进来的话 合计已经高达64家 石油公司申请破产了 所以公司破产加速越来越多 产出一定会减少 减少的时候整个库存慢慢萎缩 这是正常的 所以支撑着油价持续在走高 这是昨天晚上 美国最强还是在油价的部分 那其他平均跌幅都差不多 反而是苹果比较强 苹果昨天只小跌 0.4%而已 因为前天传出巴菲特 这基金开始买苹果 昨天又传出来 连索罗斯也开始大买苹果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两大咖在支撑的 苹果的股价 我想苹果股价最近的表现 也是属于比较强的 好那今天亚洲股市里面 最弱就是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前两天 大涨了1.7%之后 今天大跌3.6% 这个跌回来蛮重的 因为今天大陆有一些利空消息 除了美国股市的拖累以外 另外一点就是 大陆他们在查 借壳上市的部分 在严控借壳上市的部分 那借壳上市本来 它是一种 你说它是流行也是流行 是一种 一段时间的时代产物也是 这个变成说市场上炒作的异味 会比较重一点 那大陆他们在严查 借壳上市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让市场有一份忧心 所以今天跌得比较多一点 同时也受到美国股市影响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你看美国一跌之后 今天亚洲股市全部都绿色的 香港跌了341点 大陆跌更多 已经跌到3%了 台北股市竟然还能够撑得住 那你说台北股市不强吗 那当然就很强了 是不是 早盘台北股市还一度跌 79点 可是马上就能够回头 可见的下面是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 把它给推上去 那这支什么手 当然是一只绿色的手 当然是一只绿色的手 前两天 升纪谷跟太阳能 已经开始做热身的准备了 这个就是520的造势活动 因为蔡英文的两大政见 一个是升纪 另外一个是绿能 而这两个族群最近 前一阵子也是最弱的 这两天很明显已经开始上来了 你看绿能的部分 4174 浩顶间又大涨3.6% 浩顶间又大涨3.6% 已经连起第三天了 已经连涨第三天了 所以在浩顶大涨的带动之下 升纪谷普遍今天表现还不错 编号417的 417的 升纪谷 今天相对比较强 但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可是这样整体气势 还是能够保持住 整体气势还是能够保持住 那太阳能的部分 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今天稍微有落了一点 今天稍微有落了一点 帽底今天也是 撑了一整天的盘 收盘收盖平盘 所以太阳能跟 升纪谷两个族群 在做互盘的情况之下 我想这个行情 你想全球都大跌的时候 台北股市都能够撑得住 那接下来如果全球股市 回稳下来呢 台北股市在520之前 还是有期待的喔 还是有期待的喔 比较可惜的是没有量啦 量只有640多月 只有600多月 所以可见呢 观望的气氛还是比较浓 越接近520 大家可能就越不感动 可是当你不感动 行情下不来 代表市场的卖压 其实也消化得干干净净的 那520行情接下来呈现 就更值得期待 那当然这个地方 选股是很重要的喔 这些选股很重要 加权指数的部分我跟大家谈过 台北股市这段期间 是全球跌最深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复杂因素 信心不够 520的问题 甚至于财报数字不加 全部都加总在这里面 可是也没有一个国家 像台湾这样子 连破两个月低点 也不是没有 你看你看美国的部分 美国还是很强啊 一直维持在上面还是很强啊 对 只有台北股市 跌的比较多一点 那既然台北股市跌的比较多了一点 那既然台北股市跌的比较多了一点 连续两只脚的连线 连续两只脚连线 就正好在八千点的地方 就正好在八千点的地方 所以这个你八千点 是不容易破的 八千点是不容易破的 你看我讲完之后 我上礼拜五 礼拜一连讲两天之后 这个航金上来了 已经到八一五九 已经一百五十九点了 已经去一百五十九点了 你都不敢买 难道非得要等到520过后吗 还是一定要等到8204站上去 底部确认才敢买 那就没先机了 那就没先机了 那就太慢了 那就太慢了 加圈指数的部分 我提供给大家 T50正2 对 这是跟加圈指数同步涨跌幅的 而且是两倍的幅度 两倍的幅度 T50正2 00631L 这个跟加圈指数同步的 你看我们上礼拜五 我们上礼拜五 会员买在16.9 16.9 这样上来 17.5 今天是小跌 0.06 小跌一点点 就光是这几天这样上来 已经4% 但这种东西 我建议你可以用融资做 因为它的波动幅度没有像股票那么大 股票涨停板10% 一天3%5%都很平常 时空见惯 这个一天如果能够1%2%都很好了 因为加圈指数本来一天涨1%就是大涨 对不对 那这个是跟加圈指数同步 所以它的波动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它两倍涨跌幅 扩大它的幅度 甚至于你可以利用融资来做 那个效果会更好 你看在下面这里买 像我们礼拜五 16.9%买的 到昨天4% 你如果用融资的话 那就10% 那是感觉上就 幅度就比较大的一点 利润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所以这个你可以善用 如果其实你觉得 其实你觉得 那个保证金制度风险比较大的话 那K50正2 倒是可以好好的运用 这个地方重点在选股 因为520过后 整个市况明朗之后 我相信 蔡英文也没有那么白目 敢去对 两岸九二共识这个议题做 太过于离谱的解说啦 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和缓的 那这种比较和缓 比较不上大牙的 等520过后 大家慢慢这个新房松陷下来 市场买盘还是会回归 可是还是在回归的时候 重点还是在选股的部分 不是说等市场 大家回归之后 就能够乱买也不是 乱买还是很危险 乱买还是很危险 因为毕竟量还是不够的阶段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的 我们在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 礼拜五 晚上七点台北 我们有一场投资奖座 针对520后台股的强势股 为大家做一一的推荐 那今天开始接收预约报名 报名专线 02 23219933 02 23219933 这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 这礼拜五 这礼拜五晚上七点台北的奖座 你如果说 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的 邀请你来听 邀请你来听 我演讲里面 我不会讲太多的股票 值得投资的标的 还有我们货运操作的股票 几股票就有货了 就够你赚了 所以这堂奖座 今天跟大家报告 开始接收预约报名 02 23219933 选股上还是那句话 大盘量越不够 选股越重要 我一直以来的选股方式 高货力高成长低卑比底部 你依照这样的方式逻辑 下去选股 我保证你会做得很安心 你看这段时间以来 大盘从8800跌到8000点 我们做的大家股票 我们做的每支股票 完全都很放心 而且都逆市长 F6月 1262的F6月 还是很强啊 还是很强 下不来 我们从106做上来 已经47% 已经47%了 这基本面的部分 我已经讲很多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总而言之 赚40几%还不跑 因为我的看法 它还是个底部 它还是个底部 它目前产能 还没有完全的开 等它产能全部上线之后 营收会连续一直跳上去 上个月是次高 差一百万 如果说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是已经创新高了 目前第七条跟第八条生产线 目前 才用到七成到八成而已 这个慢慢会 产能会全开 所以F6月 这相当好的股票单 可以叫你追 涨这么多 涨四成了 我也不建议大家 去追高 你要买 你应该是买什么 买刚开始的时候 买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新复发也是啊 大盘跌八百点 涅四一路上来 二五四二的新复发 有没有 一路上来 四十趴了 四十趴了 我一样不卖啊 今天新复发也是涨啊 一二六二的 月不日月间也是涨啊 也是涨啊 再来台光店 台光店 也是大盘跌八百点 它涅四涨二十趴 这大家 每一支股票 都是我精挑细选 业绩很好的标的 都是业绩创新高的标的 对 有啦今天是回档的啦 今天是跌了一块三 今天跌了一块三 可是昨天外资是大买的喔 昨天外资投信 全部都大买 两个主要的法人主力 全部都在大买 那以目前的一个本益比 今天六十二块钱 赚七块半 本益比也不过七倍多 还不到八倍 七倍多不到八倍 那当然你嫌它已经涨了一段 你不买无所谓 你应该像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上车才对 你看包含 对 涛地 涛地 涛地这个很典型 对不对 大盘跌也是慢慢上来 今天套地就转强了喔 今天套地就转强了喔 今天套地量放大了 站上半年线的压力 132块也是前波的高低 132块 这也是大量 今天站上之后冲出去 因为大盘量不够 所以收盘的时候收在132 正好收在前波的高点 这既然它有办法大量过高 这是要攻击的开始 这是要攻击的开始 我算过给大家看过 涛地你以它的时间周期 62天 65天 37 35 这边又是34 几乎都是三十几天 跟它的倍数在循环 去年14.4 已经是历史新高 今年成长了两成就好 因为第一季已经成长26%了 二胎化对于这种同装市场来说 成长两成是正常的 那么今年17块到18块 17块到18块 股价竟然在历史底部 一年赚17块18块 股价在历史底部 如果没有错的话 涛地将要开始加速攻了 涛地将要开始加速攻了 这个就可以特别注意 你说新富发这已经涨多了 那就算了 可是涛地 这个刚开始要升温 那你就不要再错过 你就不要再错过 F经历 F经历也是刚开始而已 也是正要加速的股票 大盘这波跌它还是没下来 最近刚刚要加速 年限 目前还在年限上下做徘徊 只要年限60块钱站上去之后 这怎么会嘟叮当呢 F经历是做服饰的 品牌服饰的 你看它每年4月跟5月 都是营收高峰期 因为换季 村庄换夏庄的时间点 所以这两个月营收一定会拉高 那5月营收拉高 所以在6月初 它发布出来5月的营收 那个数字一定是拉高的 有利于股价的一个操作 有利于股价的拉抬 你看F经历 它的情况跟绿月一样 绿月的库存天数只有6天 6天的库存天数代表什么 6天的库存天数代表 它的产品很抢手 所以它低库存 绿月6天 经历呢8天的存货 你看连电台积电 连电 讲错了 讲台积电 台积电它的库存天数一个月 连巴克的库存天数一个半月 而这两家公司的库存天数 竟然这么低 难怪它的毛利一直都能够维持很稳定 35% 都一直维持很固定的% 毛利% 所以效忠股票 这也是刚刚开始而已 你以长期的眼光来看 也是在底部 也是在底部的股票 也是在底部的股票 所以这个股票很安全 所以这个股票很安全 你大盘那台 它就是没完 随时60战的会冲出去 随时60战会冲出去 太阳能这一组 太阳能这一组 这已经不用讲了 大盘从7600涨这一波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一路跌了 所以整整已经从去年12月跌到现在 整整跌掉5个月了 最近整整提早的跌掉5个月了 一股的 两股的 三股的 四股的 五股的 已经连跌5个月了 所以领先下跌 领先落底 那太阳能本身来说 第一季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很好 茂迪 80天的周期已经跌完了 80天的周期已经跌完了 昨天茂迪 出现一根大涨7%的行行 这根大涨7%的行行 这个大量吃掉了 现在剩下最后这个33块钱的大量 还没有完全克服 今天最高来到33.45 说到32.80 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如果33.2 再过关的话 把这个大量给吃掉的话 这个才是刚开始要攻而已 这才刚是 才是刚开始要攻而已 所以像这种刚要开始的 你就不要再错过 很多三成四成的股票已经冲出去了 你不敢会就算了 可是刚要开始就不要错过 缩合也是啊 82天 82天已经跌完了 这个单价比较高 不见得你要做 看你个人实行情况 这个压下来 这今年一股至少赚40块钱 这个压下来 找买点 550 站上去之后也叮当 这是领头羊 获利第二名的公司 台北股市上市会 获利第二名的公司 碩合 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谈 昨天跟大家推荐 6230 对不对 操纵 今天操纵还是继续涨 昨天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操纵 172回到泥县 原本这个地方 古泥碳七口气 北比二十几倍 现在压回来一百块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 2.52年增65% 以今年的获利 一股可以赚到十块钱 压回到年线 本一比剩十倍 这个压回来 回跌了 42%的一个跌幅 年线守住之后 你要记得啊 一家高获利高成长的公司 股价是不会轻回去破年线的 所以压回年线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你看一百块钱守住之后慢慢上来 今天已经118了 已经118了 所以短线上像中股票有压回 这个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要找到要找这种股票 更多的一个标的 更多的标的 我们在演讲会场上面 因为每天节目之后 大概15到20分钟 我没有办法讲到很完整 讲到很多 可是演讲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做更清楚的说明 更深入的讲解 礼拜五晚上七点台北厂的讲座 520后强棒初级强势的股票 报名专线23219933 02 23219933 同时我们现在有520专案的活动 什么叫520的活动专案 全面五折 同时会期再加两倍 配合政府520的就职 520的专案 你自己操作不顺利的 利用这个专案很便宜 比一般的会费还要低很多 其实我不是用这个吸引你 我们做股票不是在看这个 真正数研在黑板上面 这个只是贴补你这段期间 操作不顺利 不管是没赚到或者赔钱的 这个贴补你 让你的业带着你 我们重新再出发 520专案全面五折 会期再加两倍 利用这个机会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